大家好,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五,歡迎收看明報五點半新聞 溫哥華屋頂屋停車場倒嵐事件,到了今天仍然有一個人失蹤 溫哥華落揭公路一個屋頂停車場,在星期四下午1點鐘左右 當時有一架滑輪裝置機在屋頂運作,裝置機連同屋頂一起跌落樓下寫字樓 消防員出動雲梯,從窗口救了8個人,但有一個人一直找不到 消防員最後鎖定這個人的大概位置,試圖用語音跟他聯絡,但得不到反應 溫哥工作一直未結束,但由於現場的副重場並不穩定 搜救人員只能夠小心熱熱地工作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可以幫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Nelance Sound Center 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配一對適合你自己的助聽器吧!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還高達半價的 快點打個電話來語約吧! 卓能聽力中心,助你聽得更好,聽得更清! 溫哥華的格林湖街,為了恢復昔日的繁華 提出興建一座香港式的巨型建築 混合寫字樓、商鋪和文娛設施 但遭到市府職員的反對,憂慮這條街會喪失了原本的建築特色 溫哥華市議會將會在下星期 考慮一個稱之為格林湖街800號的改建申請 計劃的構想是,輕建一座有整條街那麼長 260呎高的巨型建築 地面三層將可供10萬03千平方呎的零售和餐飲舖位 樓上各層則可提供42萬平方呎的寫字樓空間 在這裏上班的4千人將會帶來額外的人樓 現有的海軍少將夜總會和奧芬劇院將會得以保留和改善 還會加建一座有320個座位的戲院 建築外牆將會裝設一塊有兩層樓高的大螢幕 但是市府職員憂慮 這座巨毛霸建築假若落成 格林湖街原本的特色由低樓層建築 串連起來的街景將會蕩然無存 市府職員建議市議會不要支持這項計劃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種 該五十多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卑斯法院今天斑下判決 政府可以繼續禁止私營醫療 一直尋求私營醫療的大義醫生 先前曾經入稟,卑斯最高法院 說禁止私營醫療侵犯了病患不想在公營醫療系統輪候做手術的權利 而卑斯最高法院先前已判決 政府有權禁止私營醫療 但大義醫生不服,提出上訴 聲稱法院犯下嚴重錯誤 卑斯上訴庭今天駁回他的上訴 判詞說,雖然強制病患在公營醫療系統輪候做手術 確實侵犯病人確保自身安全的權利 但這種侵犯可以確保公義 故此是被容許的 但在2009年開始輕頌的大義醫生 先前已說過不惜打官司 一直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 預計訴訟會陸續有來 永明聽力隱形助聽器 新品上市限時大優惠 經典型號低至半價 政府認可專業聽力中心 提供全方位服務 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 擁有多年嚴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請致致預約聽力測試 1985年印度航空公司爆炸案 一名脫罪的涉案人 昨天早上9點半左右 在蘇利市被人連開多槍 喪榮 IHIT今天公布更多細節 疑犯所乘坐的一兩白色汽車 原來一早就在128階 死者的店舖旁邊埋伏 得手之後 疑犯所乘坐的汽車就在122階 被放火焚燒 因航爆炸案死者當中 有280人是加拿大公民 有86人是孩童 溫哥華明天16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朝早多雲 有四成機會下雨 其後晴雲相間 氣溫最高有23度 加上濕熱效應有26度 UV指數是6 強度屬於高 晚上間中有雲 氣溫最低只有14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影片的 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影片 約客區萬錦市太古廣場附近 發生黑人暴徒無故襲擊女長者的案件 一名74歲華裔女長者 在光天化日下 在士雕東路 甲堅尼地路交界 走出商場 步行到巴士站期間 被一名黑人男子 衝上前扯頭髮 受害人跌倒在地下受傷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約客區警方發言人 Marilla Armstrong 說 受害人是一名華人 她說事件不涉及仇恨罪案 現在的證據也不只向仇恨罪案 警方說 傷人案發生在7月8日下午2點15分 帶圖傷人後 就自行離去 警方趕到現場 帶圖已經走了 救護車 將傷者送院療傷 運行受害人傷 不算嚴重 警方現在發放案發時的一段錄像片段 呼籲任何人士 如果有案發經過的錄像 就請和警方聯絡 電話 電話 1866-876-5423 內線 7541 選區內的萬錦市 第八區市議員李斯韻說 暫時沒有收到區內居民反映相關憂慮 但是過去幾個月 罪案是有增加 相信主要是和經濟邁向全面開放有關 因為有更多人外出 罪案也上升 他說 6月的時候 區內萬錦大廈有長者在街上預劫 已經和警方反映過 受害人也報警 我們都聽到有很多那些偷車 自己在家裡那些車都被人偷 或者被人入行劫 所以這個是真的不排除 其實我自己會這樣說 會似是pre-COVID的時間 反而孟祥那邊 我就聽過有少少 就是說 Millains的那個孟祥 是的 因為先過6月的時候 有老人家經過在那裡的時候 就被人搶劫 是被其他族裔的人 這個是6月的事 都上了報案 就是好像報了案 是的 就提過一下 我都有和警方那邊都有反映過 但是加強人手 當然會這樣說 會這樣吵 但是事實上 我們能力上做不做到 其實都是要等警方來回答 雖然加拿大有行班 航班延伍賠償手則 但是如果航空公司 因為不可控的因素 而導致航班延伍 航空公司就不需要 對受影響的乘客作出賠償 而幾乎所有的航班延伍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來自卑斯省的亞加德 原本在7月5日 由當航多 飛到去美國的哈特福德 但是當日收到加航的電話 航班由於不可預見的遺收問題而延伍 而到了下午 延伍原因就變成了人員限制 或健康及安全措施 在3日之後 阿加德又收到加漢的通知 他航班取消的原因就變成了 因為航空公司無法控制的勞資糾紛 他認為 加漢就好像隨便向海報訂飛錶一樣 隨便找個理由 近期加拿大機場的情況很混亂 有連串的航班延伍或者取消 引發了大量乘客的投訴 而航空公司就經常提供一些 次是而非的解釋 總之就是不用賠償 不過加拿大運輸局CTA 在今個星期就一項的投訴作出賽決 自出篩設航空一班 因為人手限制而取消的航班 因為篩設未能夠有足夠的證據 顯示在妥當的安排之下 仍然不可以避免上述的問題 所以裁定在細節的可控範圍之內 要向受影響的乘客賠償1000元 CTA在早前發出的一份聲明說 航空公司向乘客提供的航班言語訊息 大部分都是不充分、過於簡單 而且是不清楚 航空公司必須足夠詳細地解釋 航班中斷的原因 所以大家如果遇上航班言語 但又因為是航空公司不學紅的因素 而未能夠獲得賠償的話 可以時日直接向CTA投訴 而說回亞加登 他對於家航的答覆很不滿意 他會向家航提出申訴 如果被拒絕的話 他計劃會向CTA投訴 警方日前在西貢拘捕了四個 打算坐船去台灣的反修例案被通緝給青年 國安處昨天透露四人立場再趕近兩年 YouTube頻道升旗易得道 今天上載了兩段片段 承認跟Telegram頻道探子認識四人 其後洗足過百萬幫四人提供食宿 以及曾經在去年年底安排貨櫃協助他們離趕 不過主持就否認曾經收取偷盜費 以及利用四人拍片眾籌 批評警方抹黑 頻道的兩個主持人說 在2020年7月11日已經離趕 在同年的8月底至9月初 Telegram頻道探子 向他們了解離趕的方法 秉恩怡認識了曾志健 他們兩人最初建議曾志健 去到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 但是不成功 於是開始在香港的創 兩人說 期間幫四人提供住宿和三餐 請專人送飯和煮飯 又提供遊戲機和飲碟 強調沒有收過偷盜費 反而自己出了過百萬 不過兩人也說 由於身處英國 不清楚款項有沒有被人落格 以及四人的具體生活情況 兩人又透露 曾經在去年10月收買貨櫃輪船 而助四人離趕 亦因為這樣 曾經要曾志健等人拍片交代情況 打算如果遇到意外都可以做紀錄 但強調沒有用來中籌 不過這次行程 最終因為有人向外籌款和張揚失敗 兩人後期也接觸不到曾志健 估計這次四人是被船家出賣 最終被警方拘捕 至於李桂華昨天說 四人曾經給了40萬的偷渡費 這兩人就說收錢的人 是另一個英國人士 他叫做陳世德 說他和另一人是成立向外宣稱 曾志健流亡的Friends of Hong Kong 又利用曾志健的女友向外中籌 兩人又說陳世德 亦可以接觸到曾志健等人 不排除四人有另外拍片幫他中籌 升旗二得道這個頻道在2015年成立 主持人包括蔡明達和大律師霍加士 內容主要是時事評論 另外曾志健四人 和同一被捕的34歲蘭火倉管理員 今天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替堂 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 主任裁判官羅德全認控方的要求 將案件入後至9月9日 以待警方將一步調查 緩緩另有著路 被告的保釋被拒 需要即時還押 一個34歲地產經理 在2019年11月2日的維園警民衝突 涉嫌藏有48條索帶 裁判官指索帶可以用作 武裝衝突等的非放途 裁定他管有攻擊性武器 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聚成 判囚5個月2個星期 為第一宗管有索帶而被定罪的案件 被告之後就定罪和判刑提出終極上訴 中院在今天頒下判詞 裁定被告的上訴得值 並指涉案的索帶 不屬於涉案條例涵蓋的範圍之內 被告不應該在這條條例之下被定罪 案件由中心法院受席法官張舉能 常任法官利義霍兆江林雲漢 以及非常任法官紀立信審理 而申請人是陳俊傑 代表大律師是關文偉 大辯方的代表 真是處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恒 原審裁判官鄭幾漢裁定 索帶可以處理在一起 作出撥人身的用途 指上訴人意圖把索帶 分幫為難或其他雜物 用作武裝衝突等 所謂裁定去追成 而中遠今日班下的判次裁定 涉案塞帶不是為了速報人身而製造 不屬於速報人身的內別 不是攻擊性武器 也不是適合作非法進入的工具 判次說傳遞條文的時候 必須顧及條文的演變和背景 法庭輸入傳遞第17條的現代版本 17條原詩涵蓋兩個組別 分別是矛、棍棒和其他攻擊性武器 而第二個組別是搖棍、攝鎖工具、百合時 或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中遠認為這條條例的最初版本至今 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屬於第二組別 可以應用同類原則 即將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傳遞為適合作非法進入的工具 而條文在之後增加 任何碗靠畫其他為速播人生而製造的工具或物件 任何手靠或指靠 即是和速播人生有關的新組別 但條例的中文文本 沒有準確翻譯英文的原文 並將條例中所描述的工具或物件 重新歸入原有的兩個組別 以至手靠指靠、攻擊性武器、繞棍、繞鎖工具、百合時 以及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擺放在同一組別 令到同類原則沒有應用的餘地 因為這組工具和物件並沒有共同特性 判詞有指 如果作非法用途給一個不受限制的傳遞 將會有為同類原則 令到條例中列出特定工具變得多餘 涵蓋的範圍會變得極廣泛 令到條文下面的罪行 實際上成為了思想罪行 不符合條文的立法歷史 今屆是《全民造星》 香港和火岸的年輕人 都可以一起進行 出線就可以在《全民造星》舞台 和香港參賽者一交都行 找了這麼久 終於到我們飛了 那我來 質地行李 其實我們不喜歡來拍攝 聽說最後香港和金融播電視 當然還要去香港 還不快點報名 好 三位右手邊 這裡 望望望 右手邊我們呼呼 什麼時候起程 9月 9月中 9月中起程 去一個星期左右 這麼少? 夠吧 夠吧 你來回三個星期 你去一個月 花姐又說我們玩的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個星期再會